2018年夏天多位聚星拿到了大合同,下赛季年薪一举突破3000万美元大关,曾几何时年薪超3000万美元,在NBA球员中如同一的天气,但是现在3000万每年年薪正逐渐变成强态。 下赛季的NBA将有11位执行年薪突破3000万美元大关,这创造了单赛季3000万先生人数记录,年薪破3000万美元的第一人是卑人乔丹,他在1997-98赛季的年薪达到3314万美元,堪称打工皇帝,随后一直到了2013-14赛季, 科比成为NBA历史上第二位年薪,达到3000万美元以上的球员。 上赛季的NBA,库里和詹姆斯的年薪都突破3000万美元,其中库里的3540万美元年薪为历史第一高薪。 小赛季的NBA,库里继续破掉历史第一高薪记录,他在2018-19赛季的年薪达到3746万美元,排名联盟第一。 下赛季NBA球员年薪榜,保罗和詹姆斯都在今年夏天拿到了道合同,保罗四年1.6亿美元的合同,比詹姆斯的四年1.54亿美元还要大。 不过,两人在下赛季的年薪是一样的,都是3565万美元,区别在于,保罗是通过拉里博德条款续约的,之后的年薪涨幅高过詹姆斯,詹姆斯贵为当今联盟第一人,上赛季依然保持巅峰状态,他理应拿最高薪财队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,詹姆斯属于,物超所值的球员,不提詹姆斯在球场上的表现,光是他加盟胡人,就能给球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回报。 詹姆斯的球衣开售第一天的单日销售额,排到了胡人队市第三,胡人的球票也趁机涨价,胡人也能吸引更高的广告商钱来投资。 库里,保罗和詹姆斯霸占前三位置,随后是威少,格里芬,海沃德,洛瑞,乔治,康利,哈登和杜拉特的年薪也在下赛季突破三千万美元大关。 在这份榜单中,杜拉特年薪三千万美元仅仅排名第十一,这个赛季他又是物超所值的球员,杜拉特放弃了今年拿更高年薪的机会,到了明年夏天他最高可以拿五年。 2.19亿美元合同,哈登下赛季年薪三千零四十三万美元,排名第十,他是上赛季NBA的新科MVP,并且是联盟得分王。 他所展现的战斗力超过了年薪对应底线的价值,看看榜单上,康利,格里芬和洛瑞的年薪都比哈登高,只能说哈登太学会了。 11位三千万先生中,康利,格里芬和洛瑞无疑是存在争议的,他们的表现与身价不相符,格里芬下赛季的年薪达到三千一百八十七万美元,排名联盟第五。 不过,他这些年已经将自己的天赋汇霍,在球场上表现平平,反而在场罢惹出各种射端,比如近期在和前卫婚妻打了分手官司,NBA迎来了掌心时代,又无超所值的巨头,当然也有宁不负实的巨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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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